出身澳门的艺术家霍凯胜也曾经历过葡萄牙殖民时期 从他的创作中不能看出对家乡的爱 澳门既是欧洲人在东亚中国的第一个殖民地 也是亚洲最后一个 时间横跨了快450年 霍凯胜创作前会花很多时间收集资料 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 和历史文化 从前的澳门地小人少 清幽宁静 是一个十分休闲又有人情味的城市 有人说怀念是对过去的浪漫化 正是这些小时候的回忆滋养着霍凯胜 让他不断反思城市的发展 创作出带有幽默感的作品 他以细致的争笔绘画 模仿大航海时代的古地图范本及宗教绘画 把澳门现今武光石色的赌场 马路上拥挤的车辆 画在宿舍仿骨的地图上 带点虚幻 荒诞 但却具有某种真实 画面会是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 地图象征一个时代 也是人类探索的成果 按照当时旅人 探险家 船校式的旅游文件 从他们的经验 寻找过去的东方世界 回到大航海时代 现在的澳门 独场产业的单一 让他忧虑城市的未来 也希望往后在城市发展 与生活空间中找到平衡 因为城市发展 是全球性的共同议题 时邦新闻记者 莱伊荣台北采访报道